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经国对华盛顿邮报说呢我们要解言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对金国先生来讲 华盛顿邮报是一个很大分量的国际媒体 是然后所以他对对台湾没有任何人透露讯息 只有对华盛顿邮报那个时候是发行人 是发行人女士 Catherine Graham 亲自来访问了 格兰姆女士 然后他呢就说了这件事情 可见他的分量 其实那位格兰姆女士 他也是尼克森的尼克森总统长期宴会的座上宾 对了在在当时其实美国的美国的共和民主 红蓝两个党不至于会把对方的大人物呢 就说了拒绝在自己的社交圈之外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网路社群 但是我既然当总统或者我要有影响力 我还是希望跟你维持某种的关系 所以呢 Catherine Graham 呢就这个包括他他先生 因为深度的参与政治 所以他们当然是有影响力的 但是跟Washington Times Washington Times 其实是一个带有 带有就是CIA色彩的一个情报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 一个有包装过的情报机构 那纽约邮报 那更是小小报烂报 更是 所以呢你报纸要弄弄清楚 但是这一次呢在指控台湾的 是Washington Post 大报 他在呃 华谷其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请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他的报份多少 嗯 重点是 华府里头 嗯 所有 处理政治的人 都要看 没有人不看华盛顿邮报的 或者至少都知道 华盛顿邮报的讯息 嗯 华盛顿邮报这一次呢 报导说呢 台湾 蔡英文政府 偏袒共和党 他当然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 蔡英文在这一个 呃 连任成功了之后呢 其实 呃我们的代表处有动员 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 嗯 然后就是录制了影片 然后呢 恭贺蔡英文 这个当选 坦白说 这是个大内宣 嗯 就那些影片谁会看 啊就台湾民众会看啊 你你离开了台湾 还有谁要看这个影片 没有人要看这个影片了 嗯 可是这个影片 美国的民主党注意到了 哎 你也太不平衡了吧 嗯 你访问了我们这么多人 一共十秒钟 嗯 然后呢 这个共和党呢 五十几秒 你们 有没有偏袒的过头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他是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嗯 嗯 两秒 就 那应该就是 大家好 嗯 恭喜 就结束了吧 就连字幕都还没有看 看清楚他到底是谁 就过去了 这叫做我在新闻上面来讲的是常见的假平衡 就像今天你看到三明治媒媒体当中呢 他百分之九十在骂一个人 但是有百分之十呢 报导一下他的选举的新闻 他会告诉你说有啊我们有平衡啊 你看那个那个谁谁谁 韩差余的 我们也也也有他的新新闻啊 他他会有一个有一个说嘴的口实 但是在今天的官方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文宣 老师讲了 我们哪有注意到 我们没有注意 我们根本就不care 对啊 就说你520的舊子眼说你放了谁谁谁 现场的这么多人有谁可以没有 可是你就知道看的人是在乎的 这一定不是华盛顿邮报 看到了对然后去问的 一定是有人告诉华盛顿邮报 而且一定是民主党的人 民主党铁定记仇的就是民主党 因为发现了愤怒了 所以才会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 好因为所以这条新闻的出现的逻辑 非常有趣 就说明我从我的角度来来讲 我民主党忍你很久了 520的我就忍住了 你不把我当一回事是吧 你要知道今天的国国会最少众议院的是我的 参议院也可能是我的 何况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讲 他会有他一定会有种感觉就是说 我挺你台湾挺你民进党难道少吗 当你在野的时候谁最挺你 其实是我民主党最最挺你 最挺民进党 结果今天你跟你跟你跟川普 串在一块了之后 把民主党气如必喜 我忍你很久了 其实这件事情我要提一点就是 台湾那么急哄哄的去开放萊猪这件事情 你一定是讨好了共和党 而得罪了民主党 当然当然 但是有些人就说不会啊 美国两个政党都希望台湾能够进口萊猪 我说是 但因为这个是公公这是公鸡这是政绩 所以你在选前的时候 你把这个政绩丢给共和党 你说民主党不气得牙痒痒的吗 不管是军购也好 或者是或者是莱克多巴胺的这些猪肉也好 他尤其是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蔡英文是用一种多么粗暴的 我坦白讲真的是不要脸的方式 就是我蔡英文讲的算了 你们大家吃吧 而且呢 而且我告诉你们也不要来告诉我说 谁要吃谁不吃 也不要有哪哪哪一个县市呢 给我装装模作样的说呢 说要要求林林的通通都要 蔡英文叫你吃 你就乖乖吃 意思大概就这样子 那个那个记者会就是我蔡英文已经讲 你给我吃 你唐香楼你把这半猪肉给我吃吃下去 你就给我吃吃下去 因为我后面那个美国老大哥 而且是一半的美国老大哥 就是美国共和党会很开心 我们刚讲就是说过去民主党对于对于民民进党 因为呢 都都是民主嘛 那支持的是不遗余力的 可是你现在基于反中的战略的考虑 你跟共和党的完全站在一起 把把台湾把今天的民进党包装成是一个呢 全球右派的急先锋 把民主党踢一边五月的你这样子对对我 在国会里面我们之前讲过台湾在国会下的功夫呢 是多的 所以呢在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是所有的对各国的联谊组织 最庞大的 五百三三十五席的参众议员里面 其中的有两两百多席将近三百席参加了台湾连线 所以里面所有有关台湾的法案几乎都是全票通通过 几乎没有任何的杂音全票通过 那我们民主党对你不好吗 我民主党有反对一点点吗 没有啊 结果你竟然这样子糟蹋我 第二个就是说你显然是看衰我 对这很重要 你显然是看衰我认为说川普会联任 对了今年五六月的时候啊 川普的选情看才OK的 那那个时候你显然看衰我 所以今天到选前三天的时候 新闻到选前的时候呢 这条新闻的曝光了曝光的时候 我我觉得意义就更重大了 大有那种就是说你就不要让我选上 选上大家走走着瞧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啊 因为我其实曾经这个去去美国 然后其实跟这个驻美代表处的一些官员们 都曾经聊过 就是我们在驻美的时候 其实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细节啊 然后他们的努力的方向啊 如何的 我们在国会的运作 其实一向是在全世界最积极的 不是只有说两岸当中 台湾在国会运作上面呢 积极 我们是在全世界 在美国国会最积极的 每一个国会议员 从当议员本身我们当然是碰的高高的 嗯 包括他们的助理 法案助理行政助理 我们每一个助理 其实都是奉为上兵 是的 然后去联络关系建立交情 所以台湾其实在每一个所有的相关法案当中 但我们要去动员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困难度都不高 除非说真的是碰到那个他们最核心的价值 否则的话要通过一个象征性的法案 其实都不难 都不难 就像当年这个李登辉 他想要去访问美国 然后他要去他的这个母校康奈尔演讲 当时美国行政部门从白宫到国务院都是反对的 可是我们就是能够动员到美国参众两院 几乎是没有反对票的通过欢迎李登辉回母校演讲 当然花大钱找卡西迪啊 最后才逼的美国总统同意李登辉去演讲 所以那件事情 其实后来有破坏美台之间的行政部门的关系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美国民主党的这一些国会议员 他们觉得不爽不开心了 他可能破坏的那个交情就不会只是短时间的问题 他可能时间就要拉很长 嗯我们在国会的努力几十年下来 嗯很可能就会被这件事情破坏 嗯好当当当就是说华游的这篇这篇报导出来了之后 虽然台湾的外交部门呢 澄清他他说他不是道歉 他是澄清 因为道歉就等于认错嘛 他澄清 我说实在今天再回去看影片有什么好澄清的 有什么好澄清 任何一个外交单位会把会把片子剪成那个样子 连人家没错他是在野党 嗯可当他在野的时候 已经是他国会里面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了 你把他剪剪剪的这样子两秒三三秒的 你认为他看得下去吗 嗯好那当你今天呢要去澄清 其实已经来来不及 所以现在我估计了 从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在讲就是说 如果拜登当选台湾怎么办 他就赶快开一个国安会议 他把他们说应该跟华 我认为跟华盛顿邮报是有关的 所以开了一个会议 达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 叫做台湾不选边站 你在讲废话吗 台湾有条件选边站吗 嗯 关键你就在台湾没有条件选边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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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邊站了才造成國外問題啊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民進黨是一個極端主義的政黨 他在他在政治策略上面 向來都是選邊 國民黨是一個很鬧的黨 國民黨向來都表現的不選邊 所以國民黨呢就會呢就會就親中 然後呢有日啊 親美有日合中 你看國民黨就那種四平八穩的 換換三個字之後 總而言之呢 我誰都不得罪 我都跟你們當好啊 好朋友好嗎 你們如果不好不要扯著扯到我 我只想躲在這地方過過小日子而已 那是國民黨太多 民進黨不是 民進黨會會告訴你就不 我是親美反反中 清清楚楚沒有任何的懸念 你今天所謂的不選邊 他的不選邊不是中美之間不選邊 是說民主共和兩黨 我不選邊了 拜託你還你還你還需要選啊 其實呢這個標 這個標題蔡英文就總統的這個標題 這個不要講話講太含蓄了 這個標題呢比較精確的用語就是前兩個禮拜政經龍鳳沛下的標標題 你們趕快講講如果如果拜登當選我們怎麼辦 我們這才是國安問題 這才是國安問題 如果不選邊的哪有什麼國安問題呢 如果你一直不選邊就沒有國安問題 誰當選都一樣 我那我有我有什麼國安問題 我們之前講過了全世界全世界呢到了選前四個月 你有沒有注意到梅克爾 連美國都不去 當天不選邊 當天的川普說 哎來來來 你們你們要來幫我照個照個事 我們G7的要開個會 你們要來照個事啊 而且我們要實體會才能夠拍那大頭照 你們要來美國來幫我的幫稱一下不去就不去 那時候川普還說九月份會開 是我們當時就大膽的預言說開不成了 果然你看現在就是開不成了 沒有錯他他他不是單純疫情的關係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做了一些的彈性 很多重要的官員也到的到處跑來跑跑去了 你真的要開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人家就是知道政治的分寸嘛 那今天你台灣OK 因為你親美反中你抱著美國的大腿 抱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爆出了什麼 爆出了就是說台灣 我們剛剛講的 就全人缺就是華人反中集團所控制的媒體 他不只對美國影響很大 對台灣影響大大不大 我說的大紀元 台灣有中紀元小小紀元 你看到台灣的社群媒體 親川普是一面倒的 你看到台灣的民調 為什麼全球唯一的強烈支持川 他們川普 那是有道理的 就是這樣子一個華人反中集團 以及他們所掌握到的媒體 不管他叫做大紀元 他叫做GTV 他叫做蘋果日報 玩到這個樣子 他當然會把民意的腦袋給洗洗壞掉 我說你當你看到這15個國家的調查 你有沒有注意到另外的一個小小地方 那全世界最反川普的是哪一國 是新加坡 沒有錯 同樣是華華人 為什麼 所以同樣是華人的腦袋 時間久了之後 其實洗的乾不乾淨 差別很大 要裝置